年宵就业 莫再造信仰 古大的叫我们 如果我们不知道 在周边一些人事物上 还会起行动力 还有分别执着 那你就在造信仰 你就在造信仰 错了 四上是一员 心上要干净 四似什么 是假的 四似无碍 只要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什么障碍都没有 障碍是起心动力 起心动力里面 最严重的障碍 同一个是对立 决定不能跟人对立 不能跟四对立 不能跟一切万物对立 首先要把这个笑处 成就自己这一生 圆满的道义 决定不能有控制的念头 更不可以有占有的念头 就学这个 从这下说 怎样把念头化解掉 念阿弥陀佛就化解了 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只想阿弥陀佛 一心想着 早一点回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就成佛了 那个地方休息的环境好 人的寿命长 无量寿 而且快速成现 为什么休息的环境好 决定没有张爱的人 被你遇到 你在那里找不到你张爱的人 都是成就点的人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 你所接触到的 都是诸佛如来 诸大菩萨 到西方极乐世界 要晓得 你能够时时刻刻 接触到 受放一切诸佛如来 你有能力分身 坐在那个地方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分无量无边身 到受放世界去 拜佛 供养 听佛说法 这是受放世界的 没有的缘分 极乐世界 居足 所以光修多文 到极乐世界 真的光修多文 祝佛亲自教会 你有能力分身 你是这样殊胜的 英语 这么殊胜的 学习环境 怎能不去 何必贪恋此地 释迦摩尼佛 怕我们在这里 动贪恋的念头 所以一生 不搞到这 没贪恋 树下只准睡一晚上 为什么呢 这树要 心量很大 你起了贪心 只能睡一晚 第二天到别的地方去 断你的贪心 这真叫善瞧方便 帮助我们 不生残劳 帮助我们 不造罪业 这就是八十一年 那么也有人讲 这个大圣人 生死大死 有这个意思 不够透彻 透彻 还是要一经来说 今天里面 这就是我们讲的 开释 勿入 佛制之间 就为这一段事情 那么这一段事情 在整个佛法教学里面 它有三个阶段完成 教学佛 学佛 学什么 今天里面我们常常念到的 阿六多罗三秒三不提 这一句话是繁文英语过来的 可以翻 可以翻 为什么不翻 尊重不翻 因为它是你修学的终极目标 所以保持着繁文 尊重它 翻成中国人叫 无上正等正求 这就是 我们要圆满 佛的知己 这三个阶段 先求正求 觉悟 正确的觉悟 不拼不携 都是自信本有的 如何能够成正觉呢 你只要对事出世间 一切法 不再执着 执着放下了 你就成正觉 成正觉 有一个学位的名称 叫阿罗汉 你就正得阿罗汉 所以诸位下的 正得阿罗汉 就是成正觉的 那 开始误入 佛的知见呢 你达到了 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继续在放下 放下分别 分别比执着轻 执着是很严重 执着才有六大轮回 执着放下了 六大就没有了 超越六大轮回 没有六大没有了 假的 像做梦一样 醒过来了 那个梦境不存在了 一再放下分别 与世锤世间 一切法 不分别 那你就提升了 境界上升了 你就正得正等正学 正等正学 称之为菩萨 这是佛法的 第二个学位名称 你就成菩萨了 谁不是菩萨 放下就是 最高的这个学位 上面加个无上 无上正正正学 这个学位名称叫佛陀 所以大臣经教里 佛常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就是 是啊 你只要把妄想分别 执着放下 你就是佛 不放下 不放下 还是佛 不能说 你不是佛 你是带着妄想分别 执着的佛 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佛不敢 不敢侵蔓一个人 那为什么呢 他知道通通是佛 佛佛平等 佛佛 这信德交流 佛看一切众生是佛 众生看佛也是众生 他用分别心去看他 用执着心去看他 那就不一样了 看错了 所以你要问问 我哪一 我哪一